NBA金州勇士队和洛杉矶湖人队星期一在北京进行了赛前训练 金州勇士队的年轻队员斯蒂芬·库里曾经赢得常规赛季三分王的称号 他觉得在中国打球的最大困难是时差 对我来说调整时差最困难有点晨昏颠倒的感觉 如果回家以后我们会有很多时间调整过来 所以我们要享受在这里的一切 同时继续为常规赛的首场比赛做准备 这是胡人队第一次在亚洲打季显赛 作为曾经16次赢得NBA冠军投选的球队 洛杉矶胡人队可不缺少明星球员 比如两次被评为最有价值球员的史蒂夫·纳什 四次入选NBA全明星队的保罗·加索尔 更别说五次戴上NBA冠军戒指 15次入选全明星队的科比·布拉因特了 科比今年4月跟腱受伤 之后到德国接受关节手术 最近刚刚回国 星期二晚上他只能坐在替补席上观战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回球场 看情况吧 我已经开始提高训练强度了 然后得每天观察跟腱的反应 如果没事可以继续提高强度 因为得一点一点来随时观察 所以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 胡人队教练迈克·德安东里说 这趟中国之行让球员们很兴奋 但工作仍旧是第一位 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队员们可以看到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这种经历总是非常有意思 不过你知道这到底是季前赛 我们还有工作要做 为11月开始的比赛做好准备